新鮮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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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為大家示範一個非常健康的沙律 這是有機沙律菜 沙律包含了很多元素 我們最主要知道 吃生的沙律菜有非常多酵素 酵素可以幫助免疫力 提升免疫力 幫助免疫力 消化一些很難消化的食物 所以我們每天都需要吃 怎樣做到它好吃呢 首先我介紹材料給大家 我們加一些胡椒粉 需要這些 蠔鹽 是百年的陳醋 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有這個橄欖油 是第一層的 Virgin的橄欖油 還有呢 你想這個沙律菜很好吃的話 吃生肉餅又很喜歡吃的話 我們不妨加少許有機糖 我們只需要那麼少量的 那麼少量有機糖 好了 我們怎樣去拌呢 首先我們下少許的有機糖 少許可以了 然後 下少許的鹽 胡椒粉 因為我們中國人吃沙律菜 經常都說 是比較慰河的人 就會很害怕的 我們下了胡椒粉之後 那慰河的人就不用怕了 剛剛好可以中和到的 接著呢 我們就下橄欖油了 其實的次序呢 沒有分鮮 和沒有分厚的 橄欖油是一種好的油 它可以將蛋糊醇和不好的脂肪 帶出來的 好油呢 你不妨可以多吃一點 這樣不會太肥的 還有這一枝醋呢 它是百年層醋 也是一些 強抗氧化的東西來的 還有呢 可以調整我們身體的酸鹹度 我們只需要這樣拌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不需要拌太久的 記住 吃這些生的生辣菜 最重要是選擇是有機的菜 因為有機的菜 沒有濃藥 我們生吃就比較安全了 好 醋很香 好了 好了 我們呢 再可以加一些配料 加些洋蔥 洋蔥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殺菌 每日我們都要加少少洋蔥 少少生的洋蔥 這個蕃茄呢 就有 130多種植物生化素 在裡面 這個是有機的蕃茄 好了 這個非常之健康 一家大小都適合吃的 沙律菜就做好了 這些就是大家需要的材料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就是大家需要的材料 就是這麼簡單